2024年度《创新商业方案大奖》呈现 智库通必胜之道 是由 Business Innovator 参佐播出 在一些传统的行业当中 加入科技元素后 令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 大家可能近年都比较多 听到人工智能或虚拟等等的科技概念 科技越来越进步 对于传统行业会带来什么改变 今天就和一位朋友一起谈 Hello,Alan,欢迎你 各位好 我们虚拟银行 可能大家都略有所闻 或是开始有一个应用 但你做的是 虚拟网络商 平时我们打电话 用电话上网 有个网络商 虚拟网络商又是什么 虚拟网络商 其实就是 一个营运商 其实它可以跨平台 跨网络 提供一个服务 客户只需要一张SIM卡 其实你可以同时收紧不同的营运商资源 虚拟网络商 其实在电讯管理局的牌照里面 当中关于流动网络 有两个牌照 第一个牌照就是流动营办商 就是我们四大台 对 四大台的牌照 虚拟网络商 它有一个优势 它不单止线定某一个营运商 你是可以在几个营运商里面游走 对于一般的大众人士来说 未必会真正正正用到 为什么 因为香港的网络其实接收很好 很少地方你说突然间没有网络 除非你可能坐着交通 或者去到某些户外的地方 你突然间可能没有网络 会慢一点 或者堵住了 对 不是即时见到 但对于我们 我们面向的商业应用 其实这些网络延迟 对它们 就影响生意 对 影响生意 因为 比如提供一些 critical service 有些 报平安 或者是一些 突发系统 其实这些警告 要即时去回应 去一些应用处理 所以网络延迟 对于我们客户的痛点会很大 但听你说其实在商业应用层面 应该更加广泛 因为如果个人 虽然我和Alan 用不同的营运商 在同一个地点 你收得比我好一点 分别不是很大 但当你说做生意 尤其是一些即时 或者需要紧急的服务 其实如果收不到 就是很大件事 怎样利用虚拟营运商 这一个科技 帮他们解决到问题 好 我们一般的客户 刚才也有提到 他们会从事 网络网行业 可能他们是做一个 APP的developer 甚至他们是做一些 SI公司 即是系统对接公司 他们要去一个地方 去部署他们的设备 主要他们的设备 可以收回一些 现场的数据 透过云端 去回他们自己的应用平台 对于网络的连接 就很需要 他们会派同事下去 同时就带着四个手机 四间不同的研训商 也挺麻烦的 对啊 就看看哪个网络商是好 你说可能你部署一个点 两个点 这个很容易 但其实我们客户 可能说部署的人 是过十或过百个点 你想想下这个人力的投资会是多大 我们的产品有一个优势 就是因为他自己把SIM卡 会跳不同的operators 其实他就会省回 这个人手去找问题 就是去用哪一家网络商的好处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因为那些应用 他长期去用 其实会 偶尔出现问题 出现问题 他们以往 其实角色会比较被动 我们提供了云端平台 可以说是可以在设备前面 我们做多一个屏障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 透过云端平台 你可以看到你每一张SIM卡 现在的网络状态 究竟他有没有登网 有没有连过线 甚至有没有断过 用什么燃运箱 变相就是 可以方便客户去做一些 troubleshooting的问题 他们可以即时去判断到 刚才我那三番 究竟是哪一番出现问题 这个是云端平台 加上我们的SIM卡的优势 Alan 有没有说哪些行业 其实对于网络的稳定性要求 特别高 是真的需要有虚拟营运箱的帮忙 当中有一个客户 其实就是做停车场里面的 现在有很多电车 电车里面的充电桩 其实充电桩里面 全部都有SIM卡做的连接 但你知道每一个停车场 其实都有很多个充电桩 可能你都有经验 就是有时我自己拿个电话 我的电话都未必收到 是在停车场里玩的 要试试A、B、C 哪一个营运箱好一点 是呀 还有可能不同的屋苑 有些屋苑是偏向用某个operators 所以我们这个跳台SIM 就有那个好处 可以帮它解决问题 这些是说室内的环境 另外有些户外的环境 例如有一个是在水塘里面 做水质监察 因为水塘的覆盖面很大 都是遇到相当的问题 都不知哪个网络商是好 它会有一条自动的船 它会去不同的Sport 去做一些水的抽取 做一些监察 所以Sport与Sport之间 其实可能会调用不同的网络商 以往客户 因为他们专注是做自己的应用程式 其实对于网络的架构 其实有概念不大 因为他们的资源可能会 专注在自己的应用程式上 所以我们除了提供SIM卡之外 我们现在做一些技术的咨询 例如网络的部署要怎样做 Ellen 你们就帮不同的企业 去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但自己公司曾经遇到一些难题 疫情期间 其实是否对你们的生意 都有一定的打击 怎样去转型 转成今天这个规模 因为最开初跟你谈的时候 你都知道我们其实是提供 一些旅行的产品 个人的产品多 对 个人的产品多 但疫情大家都飞不到 变相就没有人去旅游 变成了我们的生意 转得很快 在疫情初期的时候 香港回国内的人 因为封了惯 他们过很多事都做不到 例如他们交银行服务 例如交电费水费 他以往可能都需要亲身去交 但现在过不了关 他们变相就要在网上去做 但你知道国内你要用到网上服务 你需要做实名登记 你需要有你的电话号码 当时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服务 就是可以在网上申请个虚拟号码 变成了用户就足不足 可以透过APP 直接去申请一个国内号码 当中所有的实名登记 所有提供的资料 你都可以在网上完成 这个服务当时推出的反应是很不错的 因为真的可以解决到用户的同点 接着去到疫情的中期 多了人去行山 多了人去车中托 开车去露营 他们对网络的需求就会大了 因为有机会真的收不到网络 所以我们推出了行山用的产品 行山用的SIM卡 接着这个产品反而 多了人认识了我们公司 甚至多了人认识虚拟网络商 原来是有些SIM卡可以去跨台湖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做软件开发的老板 他就说 你把行山的SIM卡 其实有没有想过去商业场景去用 我们就是这个契机 我们就涉业了很多密联网设备的公司 听到他们对于网络的痛点 我们由以往一张单独的SIM卡 再收到用户的反馈 之后我们再提供一个云端的平台 便可以看到你自己每一张SIM卡的网络状态 这个转变我可以说在疫情初期 完全没有想过会做到这个新的生意出来 不过就是因为要求变 所以这个也是初创公司有个好处 因为规模细 果然变快 我们可以做一些原生的产品 去符合市场的需求 去做一些转变 Eleanor 科创就要灵活变通 经历了转型之后 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又会是如何呢 我们现在的客户 因为初创企业 其实他们的规模想不单只制造香港 其实是会做海外的市场 所以我们都希望可以 跟这些伴侣一起去不同的国家发展 所以我们的产品除了在香港使用 其实在全球80个国家 我们都可以提供到一个服务 以往他们遇到问题 可能比较被动的角色 就是你打电话去他们的技术支援而先 他们去帮你去看背后发生的问题 之后他就给他们的意见 就是你重新再连线 这个是有一个盲点 因为客户不知道自己的网络状态 这个是说香港 如果你的产品走到海外 你要跟当地不同的营运商去做 其实这件事都很难 所以我们平台的优势就是说 除了可以提供不同国家的数据之外 同时你都可以有一个后台 还有我们有一个API对接 你可以连接到你自己的系统 我们很希望把以往这个盲点 我们可以做一个开放数据 让客户自己去自主处理 会配合到它去不同国家的部署 现在香港也说的是发展智慧城市 你们的服务会不会在这方面都应用到呢 有的 我们现在一个跨平台网络 其实是联合本地科学员的公司 我们去提供一些商业的应用 可以让政府去解决一些 譬如管理上面 或者是做物管 城管里面的便利 当中我们有一个AI Box的概念 主要其实就是去一些人流密集的地方 我们可以透过AI Box 可以帮助去看当时的场景 会不会已经太多人了 去做一些人流管制 人流监控的情况 科技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多 通讯网络亦不可缺少 大家可以留意这方面行业的最新发展 多谢Alan 多谢你